实在热到受不了 中国大陆北京日前甚至传出 一名导游带团期间中暑身亡 7月3号是地球史上最热的一天 没想到隔天均温再创新高 来到摄氏17.18度 科学家忧心这项记录形同为人类和生态系统宣判死刑 我经常说 核心危险是一个健康危险 它没有能够改变50年 我们看到最热的冬天 有超过20万人 没有最热 全球变暖正进入未知领域 专家预测今年夏天高温记录将持续往上推 各国领袖集结在匈牙利 通过布达佩斯宣言强调必须解决气候变迁 环境污染及生物多样性丧失三重危机 细数即将沉没之国 巴贝多有绝对的发言权 饱受气候灾害的全国无力投资更强热的基础建设 即将消亡 他们如今的处境就是所有地球著名的未来 科学家警告 地球已走向暖化摄氏2.7度的灾难性之路 国际社会若持续置之不理 野火 干涸 洪水等不安景象 恐充斥下一代生活 待新闻落泽进编译